望线,情竹宫墙,第五集,默染问道,怎么了?他居然敢把北越世子留在宫中,他不知北越和云国是世仇吗? 蓝望鸡一下转身往外走 望鸡,默染没见过如此情绪外露的好友,担心他会对魏无线做出什么事,连忙起身跟了上去 蓝望鸡在御花园找到魏无线,幸好魏无线身边只有温宁一个人 他也不客气,直接上前问道,为何把魏巨窑留在宫中 魏无线眨眨眼,道,有什么问题吗?魏巨窑此人心机深沉,若是让他接近你,小心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王爷多虑了,这里是云国皇宫,他就是想做什么,也要顾虑一下自身安危吧 魏无线又道,方才我看五哥好像不舒服的样子,怎么不请太医? 又来了,每次他想和魏无线说些什么,魏无线总是会把话题扯到默染身上 蓝望鸡脸色一沉,想抓住魏无线让他好好说话的时候,默染来了 看见他对魏无线伸出的手,连忙道,王爷 手下留情,魏无线后退一步,蓝望鸡的手将在空中 有事好好说,陛下年纪尚小,你会吓到他的 默染听旁人说过魏无线的出身,十分心疼这个在冷宫里长大的幼帝 从前他若是知道冷宫中有兄弟在受苦,说什么也要把他带出去 魏无线定定看着默染,忽然明白了蓝望鸡为什么会爱他 那么好的人,谁不爱呢? 默染此时脸色一白,捂着腹部慢慢拱起身子 蓝望鸡转手去扶他,道,就伤又发作了 默染摇头,冷汗层层道,送我回府吧 蓝望鸡马上命人被叫,准备送默染回府 魏无线的目光却落到默染的腹部 默染身量很高,身材瘦靴 宽大的外袍几乎把他整个身子笼罩住 魏无线还是眼尖地注意到默染的肚子是微微隆起的 默染是昆泽 而这几个月,蓝望鸡恰好去过几次南疆 答案不言而喻 蓝望鸡送默染出宫了 魏无线愣在原地半上 忽然觉得天旋地转 毫无预兆地向后道去 温宁又惊又怕地接住他 连忙带他回寝宫 一碰到床榻 魏无线就醒了 温宁正慌慌张张 想去找太医 魏无线抬手阻止他道 别去 温宁又紧张 又害怕地蹲在他踏前 魏无线道 温宁 你帮我摆一下脉 温宁犹豫了一会儿 伸出四指搭在魏无线的手腕上 不久 温宁的表情变了 抬起头欲言又止地看着魏无线 温宁家里是姓林世家 小时候和家人出游不慎走散 被拐至京城迈进宫 魏无线问过他家乡在哪里 温宁答不上来 那时候年纪小 稀里糊涂地 只记得自己的名字 和一些基本病症的板脉功夫 那夜魏无线和蓝忘机 事后是温宁去太医院配的婢子药 魏无线见他表情奇怪 问道 怎么了 温宁吞吞吐吐道 你你有韵了 魏无线如遭雷击 一下瞪大了眼 急切道 真的 温宁不敢说谎 疯狂点头 怎么会 不是服了药吗 魏无线不敢置信地喃喃道 温宁灭如道 要不能完全避免 魏无线一时 竟不知该怎么办 打掉吗 于心不忍 不打 他又尾时不想再和蓝忘机友牵扯 沉默良久 没等他想好 殿外太监隔着门道 皇上 北约世子求见 魏无线应了一声 坐起来 温宁拿了心一赏 帮他换上 穿戴完毕 魏无线往正殿走去 魏巨尧在正殿等他 魏无线笑道 世子 为你安排的宫殿还满意吗 魏巨尧轻笑 多谢陛下好意 臣很喜欢 那里是皇宫最好的地方 能看到整个御花园的美景 陛下费心了 魏巨尧仍是笑 他有些摸不准小皇帝的想法 魏无线在正殿中央坐下 有些期待地看着他道 你能给我讲讲北约的风景吗 嗯 魏巨尧有些疑惑 但还是道 北约遍地黄沙 沙堆像丘陵一样 起起伏伏没个尽头 要是刮风就不得了 沙子会像刀一样锋利 割得脸疼 还能把人和动物都活埋了 吓到您了 魏无线摇摇头 眼中隐隐发亮 道 继续 天空很高很高 白天是浅蓝色 如琉璃般通透 夜里是墨蓝色 星星又多又亮 好像就挂在眼前 圆月照耀下的沙丘 像白玉一样 夜里的风很冷 沙子摸上去 却是暖的 躺在上面 看着星空 能忘却一切烦恼 魏巨瑶想起 至爱的家乡 不由一笑 被毛发遮盖的眼睛 十分明亮 和魏无线的如出一辙 魏无线也笑了 仿佛人已经到了北约 亲眼见着了她 心心念念的大漠 魏无线和魏巨瑶 相谈甚欢 魏巨瑶与魏无线 十分投缘 谈话也不那么拘谨了 道 陛下 臣觉得您很像一个人 像五皇子吗 不 是臣的小姑姑 魏巨瑶遗憾道 十几年前战乱时 她失踪了 再也没找到 魏无线忍着眼睛里 几乎要漫出来的泪水道 说不定她过得很好呢 但愿如此 不久后 魏巨瑶的下属 有事来找她 魏巨瑶告了罪 退下了 魏无线待坐了许久 突然想起莫冉的身份 先皇已逝 莫冉还挂着皇子的名 很不合宜 该给她封王才是 末了又想 蓝忘机可能不太乐意 她封莫冉为王 蓝忘机可能更想莫冉登基 也许她该找莫冉谈谈这件事 本来她得到皇位的理由 是因为她是先皇最后的血脉 现在出身和能力 都比她强百倍的默染回来了 皇位自然该还给她 魏无线摸了摸小腹 露出一个微笑 到时候 她就和肚子里的小东西 一起去北越吧 她觉得 魏巨瑶不像蓝忘机说的心机深沉 应该会看在彼此同性的份上 同意她们留在北越的 默染回府后 被温家人死缠烂打 请到温家别院 默染的生母温贵妃 是京城四大贵族之一温家的女儿 默染的出身可谓非常高贵 自从她回来后 朝中的议论声就多了起来 有人见不得出身卑微 又没有靠山的魏无线 继续坐在龙椅上 端坐在上手的默染冷冷道 我说了 不想当皇帝 你是先帝最聪颖的儿子 论能力和出身 哪样不比冷宫里出来的那个差 你不坐上皇位 是把温家置于何地 默染冷笑 当年先皇皇子众多 他家在其中 争是争 不争也是争 瓜田里下怀必其罪 所幸自请领兵远驻南疆 省得搅入那潭浑水 本想着过了三五十年精中局势 已定他再回去 哪知他的避让 令某些人得寸进尺 差点叫他命丧南疆 若不是遇到那个人 大逆不到的话 往后不要再说 当新定王的眼线 抓到你们的把柄 到时候 我也保不住你们 默染从主座上站起 放下一句狠话后 拂袖而去 留下温家几个位高权重的人 面面相取 温家家主温朝咬牙道 若是当今那个没了 我就不信 他能无动于衷 第二天 魏无羡出宫 去找默染 皇位他不稀罕 早日撂挑子 走人回大漠去 五皇子府戒备森严 比蓝旺姬的定亲王府更甚 温宁地上御令 守门的侍卫 跪地恭迎魏无羡 府内道不冷清 很快就有人来领路 魏无羡闻道 阴晕不散的微弹药器 道 五哥还好吗 下人垂首道 主子有些不适 陛下这边请 去的是正堂方向 魏无羡想了想 道 五哥寝室在哪 既然他身子不适 朕去看看他 下人大概是觉得不合理智 又不敢反驳 道 主子的居所在这边 劳逸陛下遵布 魏无羡拐弯往默染的院子去 一路上看到把守的侍卫更多 不禁有些疑惑 怎么默染在自己府中都如此戒备 到了默染所在的院子 魏无羡推开门 被扑面而来的药卫呛到 默染正闭着眼躺在榻上 魏无羡一眼瞥见他的肚子 没了外袍遮挡 隆起的肚腹格外明显 一道弧度 撑起薄薄的中衣 默染的手搭在上面 睡得很不安稳的样子 魏无羡有些犹豫 默染这副模样能接任皇位吗 他看上去很不好的样子 魏无羡低头看了看自己尚未有任何变化的小腹 心到他迟早有一日也会这样 默染至少还有蓝忘机相陪 他却是孤身一人 所以没什么好犹豫的 魏无羡轻轻走进去 默染本就浅眠 听见脚步身后睁开眼睛 见到魏无羡 皇上 默染觉得自己没睡醒 魏无羡怎么来了 他抓起踏边的衣裳披上 想起身行礼 魏无羡按住他的手摇摇头 开门见山道 我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 默染有些疑惑 但还是道 您说 我想把皇位还给你 默染怀疑自己听错了 怎么一个个的都想让他去做皇位 还 那个位置他从没坐过也不想坐 谈什么还 默染看着魏无羡的眼睛 魏无羡的神色十分认真 不像试探 他是真的不想当皇帝 默染轻轻呼出一口气 拉着他坐到踏边 以兄长的口吻关切问道 为什么 魏无羡垂下眼眸 道 本来也轮不到我 你回来了就交还给你 傻弟弟 我也不想当皇帝啊 默染摸了摸他的头 道 为了这件事 我必到南疆好几年 最近是迫不得已才回来的 可是 你当皇帝当得很好 在为这些时间里 国泰民安 百姓安居乐业 我实在想不出 换了人会怎么样 默染想到自己爱的人 笑了笑 道 我家那个不会同意的 魏无羡不解 蓝忘机 为什么会不同意 自己心爱的人为皇 他在身旁协助 不是很好吗 默染看出魏无羡的犹豫 知晓魏无羡其实很心软 柔声道 我怀着运实在辛苦 恐怕当不起如此重任 不然等我把孩子 生下来再说 如果他能平安诞下 孩子的话 他立刻就回南疆 一辈子都不和他爱的人分开 如果不能 反正魏无羡要在皇位上 做很久就是了 魏无羡从五皇子府出来 看着远处的天空 重重呼出一口气 没想到默然也不愿意当皇帝 那他该怎么办呢 思来想去 也想不到解决之法 魏无羡放弃纠结 决定先回宫去 侍卫牵来马车 温宁拿了脚凳 掀开车帘 小心翼翼地 正要扶魏无羡上车 突然从暗处冲出一群蒙面黑衣人 黑衣人训练有素 分开三波行动 一波对付魏无羡身边的侍卫 一波缠住前来救援的五皇子府侍卫 最后一波挟持住魏无羡 把他带走 蓝忘机一直感觉心神不宁 从他进宫得知 魏无羡出了宫后 心中更是不安 他不知魏无羡去哪了 只能出宫策马寻找 当他来到五皇子府附近的时候 看到令他肝胆剧烈的一幕 魏无羡被一群黑衣人带走了 他急着出宫找魏无羡 没带几个侍卫 连忙掏出定亲王府的信号弹发射出去 然后只身一人策马追赶那群黑衣人 他倒要看看是谁狗胆包天 敢伤害他的小皇帝 黑衣人带着魏无羡 很快消失在京城的暗像里 蓝忘机飞身下马去追 黑衣人早已不见踪影 蓝忘机盯着黑衣人消失的地方 这些暗像通往京城各处 此时再怎么追也追不上了 就是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意图 定王府侍卫堪堪赶道 蓝忘机的脸色冷得像冰 对身后侍卫掌道封锁全城 一只苍蝇也不能飞出去 侍卫们领命迅速散去 蓝忘机走进暗像 地上遗留了一些亮晶晶的东西 蓝忘机蹲下 捡起那几粒东西 是几颗绿松石并玛瑙 极具异域风格 不是云国人会用的形状和颜色